平洲面積細細,原來有很多東西看的 像這個位於永安街的Bitchhead打卡景點 經過隱蔽隧道,就見到很多色彩鮮艷又斑分的長身 拍著這兩個logo,就不會走漏眼了 遊人還可以免費入內任拍照 原來分了不同的主題 秘密花園原本是牛皮廠,亦都是歷史建築 由平洲居民,改變成有多個影響位的秘密花園 原來大部份的裝置,都是由被禧止的雜物堆砌而成 堆砌完出來,又意外地很Igable 秘密花園還有cafe,裏面有賣手工啤,咖啡,雜貨等等 另一個打卡位大利島,一出碼頭向左一直走,經過大橋就到了 大利島是平洲主島的延伸,海岸線更加開揚 在沒有人的海灘,海水看起來也特別清澈 灘上有不少用石堆砌而成的心形圖案 還有色役石可以打卡 行完一輪,一於去Igato 這間小店不算多人知道,主打手工餃子 酸辣湯餃子有雲耳,豆腐,肉絲等等,用料十足 大利島的地道 最新的地道,都加工的大利島 我們從大利島,四百分之一 都可以打卡,雜貨,雜貨 大利島,三百分之一 就在一家,雜貨,雜貨